周三位 拿出家传的宝剑递给岳飞 教岳飞说出此剑的出处 岳飞虽然四肢不大 博学多读 一般人就问住了 岳飞看过这口宝剑 不慌不忙的说 古代造剑的人叫欧阳野善 这人住在韩国的七里山 他善造宝刃 楚王听说欧阳野善能够造宝剑 命人讲他待到宫中 告诉欧阳野善 你给我造两头宝剑 欧阳野善问 你要什么样的宝剑 楚王说 我要能飞起来杀人的宝剑 欧阳野善知道 楚王是暴军 我若说不能造 他就得把我杀了 我何不先应计 欧阳野善说 我会造飞起的剑 不过怕你等不得 大王得需要三年 楚王说可以 谢你三年 把剑给我送到宫中 随后赏给他 金银彩断 欧阳野善回到家里 把东西交给妻子 进山住宴 一去三年 一共他造了三口 把这三口剑拿到家里 跟妻子说 这口剑是雄剑 你收起来 埋在地下 我把这两口剑交给楚王 那楚王一看这剑不会飞 准得把我杀死 你知道之后 千万不要提哭 你现在怀吹有怨 等孩儿降生 要是个男孩子 将他抚养长大成人 告诉他 我是怎么死的 再把那口剑取出来 杀楚王 替我报仇 妻子点头 欧阳野善 来见楚王 将两口剑交给楚王 楚王到教场一世 这两口剑不会飞 一怒之下 将欧阳野善杀死 妻子得到消息 不敢难过 等孩子降生 是个男孩 起名叫吴富儿 这孩子倒在七岁上 他和林里的孩子 去念书 孩子们骂他 你是野种 没有爹 吴富儿回到家里 只问母亲 妻子就把欧阳野善死的事情跟孩子说了一遍 吴富儿听着之后 非常难过 非要看看那口宝剑不可 欧阳野善的妻子 将宝剑取出来 吴富儿 带在山上 要到楚国 为父报仇 欧阳野善的妻子 非常着急 知道孩子小 怕报仇不成 搭上性命 一急之下 玄良自尽 吴富儿 将房屋焚烧 母亲尸体烧毁之后 把他埋葬起来 带着宝剑 要到楚国 走至弃山 迷失道路 坐在山上 大哭三天三夜 这哭得眼中滴血 就在这事 来了个出家的老道 问吴富儿为何眼中滴血 吴富儿 就把要报仇的事 说了一遍 老道说 你年纪尚佑 楚国身旁有很多大臣 前呼后拥 你怎能靠近他的身旁 不如由我代之 可是你得借我一样东西 吴富儿说 只要能够替我报了杀福之仇 就是借我的人头 也可以 对 就是要你向上人头 吴富儿 用宝剑自尽 道长搁下人头 包好了 背着宝剑 去见楚王 来到楚国门前 大笑三声 大哭三声 有人报告楚王 楚王派人追问 为何大笑 为何大哭 老道说 我笑无人施我的宝贝 我哭无人用我的宝贝 有人问 何物 我这是长生不老丹 楚王就把老道叫至金殿 叫他献上长生不老丹 老道对过去一看 楚王剑是人头 说这不是长生不老丹 老道说 大王 可在金殿之上 支两个油锅 将他烧服之后 将人头放在里边 烧服一个 人头口眼能动 烧服两克 人头可以说话 叫出满朝温武的名字 烧服三克 人头可以长出莲花 烧服四个 可以长出莲蓬 烧服五个 长出莲子 吃一颗莲子 就会受活一百二十年 楚王 命人将油锅 支在金殿之上 讲究烧服 人头放在里边 老道说 大王 快看 楚王来到油锅前 望前一探身 老道用宝剑 将楚王人头 砍掉 掉在油锅内 随后自尽 割下人头 也掉在油锅里 身旁的卫士 老人头的时候 发现三个人头都光光的 分不出哪个是吴福尔 哪个是土王 哪个是老道 没办法 用一个铁丝穿上三个人头 埋在一起 楚国有三手墨 这口宝剑 就是周仁兄 现在这口剑 此剑 就战炉 当年 韩信曾经用过 唐代 大将薛李薛仁贵 垮在身旁 不知道 怎么落在了 周家手里 周仁兄 周公子 不知道岳飞说的 对也不对 哎呀 岳兄 果然 伯骨啊 哈哈哈哈 周三位 乐了 我祖父和你说的一模一样 对对对 此间就叫战炉 看来 宝剑遇到主人了 岳兄 请将宝剑 收下 哎呀 这这这可望望不可 不行 要知道 这是宝物啊 我怎敢受用 岳飞告辞 说完 腾腾腾 往外就走 周三位赶紧过去拦住 哎 别走啊 任兄 你收下吧 要知道 对口剑 确实价值连城 你想买 万脸黄金 我不卖 遇见十足 另外我见岳兄 气宣昂与众不同 将来必有发地 这件给你 我高兴 我的祖父也含笑 酒圈的一定得收下 岳飞说说什么 我也不能要 还要走 周三位脸上挂不住了 蹬就红了 心想我太犯痛了 就这么口剑 就送不出去 周三位是大才子了 眉头一皱 记上心来 岳兄 这么办 这口剑给你 你不要 我先借给你 现在你要到五科厂去考试 如果金榜提名 必然带队出征 金人犯境 你带着这口剑 驰骋将场 杀败金兵 单等马方南山 刀枪入库之时 再把宝剑还给我 你看可以不可以 岳飞想 这个招倒挺好 你先借给我 我用完了 再还给你 尤其看着哥俩 实心实意 再要不收 瞎了人家心了 既然如此 周公子 那就把宝剑先借给我 将来我一定当门送还 好 岳兄 请 岳飞冲宝剑 拜了又拜 这才揭剑在手 待在 累将 周三位高兴啊 同而 准备酒水 我和几位仁兄 要好好续谈续谈 岳飞说 不不 仰看考戏要到了 我还有很多事 我们走了 告辞 周三位也没强留 一直送到大门外 这才分手 今天他们两个分开 什么时候见面呢 十六年后 十六年后 老贼秦桧陷陷害岳飞 以莫须有的罪名 把他掐奸入狱 第一堂审讯的 就是周三位 那这周三位啊 已经当上大理寺正卿 知道岳飞 被屈寒冤 可是 无法替他申冤血仇 又不忍心加害岳飞 被逼无奈 挂关悬印 弃关逃走 等到岳雷扫北 替父亲报仇的时候 周三位 才替岳飞翻案 这是后话 暂且不提 再说岳飞 跟着周昌发 来到了兵器店 选了三口剑一口刀 付了银子 回到殿堂 刀啊 给牛狗佩戴 那三口剑 给张显汤淮王贵 岳飞说 咱们哪也不许去 就在店里 等候 开科取室 简论接说 到了八月十四的晚上 岳飞说 各位贤弟 今天呢 咱们早早休息 三更半 就要进五科厂 四更进去 五更 五科厂关大门了 如果去晚了 就进不去了 你们今天晚上早早休息 最后扁手叫个店家 店家 你三更天可叫我们呢 我们三更半就要出发 你放心吧 我的小店里呀 住了一百多个赶烤橘子 今天一宿 我们都不睡 给你们做好吃的 你只管睡吧 牛狗 王贵彰显 汤槐 脑袋单到枕头 就睡着了 岳飞说什么也睡不着 心里有事啊 上五科厂 比武较量 对手 是柴桂 我能不能行啊 另外 天下英雄这么多 我的本事行不行 打过二更天了 还没睡 他刚一迷糊 店家喊上了 哎 各位双元爷 赶快起来吧 三更到了 下科厂多壮元家 这呼噜噜噜噜 小店立刻热闹起来 岳飞擦擦眼睛 把王贵张显汤槐叫起来 喜树纪念已毕 店家准备好吃的 要吃早点 一扭头 看牛狗 还没起来 牛狗睡这个香啊 王贵说 二哥 快起来呀 快点啊 怎么叫 也不起来 你还是鸡尾的掐鼻子 怎么也不行 王贵急了 照顶牛狗大腿李子 哼哼的掐鼻子 你给我起来不起来 牛狗一棒 哎呦好大的蚊子 他又睡了 哎呀 大哥呀 怎么办吧 岳飞过来了 二弟 你去不去 不去不去 怎么 下午课程你不去了 不去 我们可走了啊 你又工作去了 上哪儿去 五科厂 去啊 那你说不去了 差点倒是 哎呀 快醒来 醒来 哎 牛狗洗漱 人家哥几个 把早点都吃完了 等牛狗出来 有人牵过马 人家要上马出发了 再看电房里呀 掌柜的伙计 掌柜的伙计在门口 炸两个大牌呀 掌柜的 端着个盘子 里边有三个酒杯 伙计给倒上三杯酒 一看岳飞等人到了门口 状元爷 你们要进科厂了 看 喝我的三杯状元红 保证龙灯金磅 请 干嘛 讨个吉利 岳飞明白 端起酒杯 谢谢啊 沾沾嘴唇 撂下了 张显 汤淮 王贵 皆是如此 倒牛搞着 嗯 杯太小了 对 进五科厂 不许喝酒 少点少点吧 改个陈 三杯酒 滋溜滋溜全喝了 嗯 太少了 再往前去 伙计过来了 呦 庄元爷 您看 给您预报好 灯笼了 庄元灯 庄元吉利 往您高中啊 这个灯笼 这么长的霸 霸为什么这么长呢 骑马用的得长点 大红灯笼 上面写着 庄元吉利 这是讨个吉利 岳飞说 谢谢 接过灯笼 一个人一斩 最后地牛搞了 牛搞接过来 要这玩意干什么 这这么多还是 嗯 呜 这一晃 里边点着蜡烛呢 呜 灯笼着了 哎 呜 他扔了 嗯 怎么还在起火的呢 岳飞回头一看 二弟啊 你怎么老惹事呢 那灯笼能那么摇吗 快走吧 嗯 没有更好 嗯 他刚出大门 旁边又过来一个人 拿了这么大个油纸包 来到牛搞的马后的 给拴上了 拴结实了 干什么 他用手一摸 这包里呀 放着有十五六个大馒头 一个 都这么大 还有五六斤牛肉 预备这干什么呢 你看呐 这些人港口去去的太早了 没吃好 一会儿到五颗厂里 一打 就是一天 五颗厂里 可没有卖吃的 那么进去怎么办呢 怕港口举子饿着 店家给准备的吃的 充饥的 牛搞不知道啊 以为 哦 店家知道我没吃饭 给我预备一包东西 嘿 闲得太兜到了 一会儿闲着 我都把他吃下去 再一抬头啊 岳飞他们已经走出平远了 牛搞一堤丝江 追了上去 抬头往远处一看 喝 街上立刻热闹起来 家家买卖铺户 张灯接彩 往外送状元的 卖东西的 这些港口的举子 每人手提一盏灯笼 一来到着亮 二来状元极地 讨个吉利 好看 唯独牛搞 什么没有 都有灯 我没有 这怎么办 你 哎 一抬头瞧起来 那边挂了个幌子 大红灯笼 上面写的什么呢 火腿大饼 我就拿它吧 一伸手 哎呀 他把灯笼拿下来 你说人家提的当写的状元极地 他来个火腿大饼 哎 接光接光 赶烤的橘子没有不乐的 岳飞回头一看 哎呀 兄弟啊 你可真够丢人 快快扔了 怎么着 火腿大饼 像话嘛 行啊 嘿嘿嘿 有饼吃就好 走啊 眨眼之间 来到五颗厂门外 闪目一瞧啊 没到四更 大门没开 五颗厂是四个门 大门紧闭 有晃绳拦着 怕港口举子望前冲 周围的大墙啊 有一仗四尺多高 墙上边站着军兵 一个个拿刀至枪 戒备 三年 干嘛的 是谈牙地面 怕出声 这么多练武之人 继续在京城 这要是闹起来 那还了得了吗 岳飞一看 过不去了 赶紧学战马 望旁一闪 党后开门 进去开科取士 牛狗一看 没什么事 吃点喝点 他望旁一闪身 甩一蹬下马 把包打开了 往地前一扑 这手拿着馒头 这手拿着肉 一口馒头 一口肉 怕这种吃啊 你说这么多东西啊 他全吃下去了 最后剩俩馒头 一块肉 扔了怪可惜的 带着吧 是累赘 要以交手打仗 急了咕噜的 满拿滚馒头 多叫人笑话 得了 别糟蹟了 我娘说了 这粮食啊 得来不易 吃了 他也把它吃下去 吃完了 摘下水 葫芦 嘴对嘴 蹲蹲蹲 再喝完了 坏了 馒头一胀 肉一胀 祸 牛狗的肚子 起了这么大颗 他是吃饱了 那哥几个 全挨饿了 王贵还不知道呢 要知道他把东西都吃了 非喝得吵不可 岳飞也顾不得牛狗了 就在这一阵 就请有御林军高喊 哎 敢考的曲子听着 五颗厂的大门要开了 赶紧把灯笼熄灭 接着通通通 三声火冲 咔嚓 一刀 把晃绳展开 真是广 五颗厂 五颗厂的大门开了 约在一堤四江 马奔五颗厂 才要会战 小梁王 三声火冲 五颗厂 三声火冲 五颗厂 一哨 一声火冲 四哀 对哀